我们两个谈恋爱一年多了 他总是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他喜欢去酒吧玩 而且一点也不控制和异性的距离 我其实很把他放在心上 但是他总爱和我无理取闹 况且我很注意和异性的关系 但是他就认为我一个异性朋友也不能有 我觉得他对身边的异性朋友比对我还重要 别人的事他总能记住 但是关于我的事 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根本不难我当回事 我真的觉得他有点公主病 认为全世界的人只能围着他转 我难道连一点私人空间也不能有了吗 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男朋友一直对我好 但是他却愿意我有公主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杨21岁来自吉林学生 女嘉宾小曲21岁来自吉林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好像是女生要来的对吧 我要来的 你们俩是大学同学 一个学校的 就是在学校里认识的 然后相爱的是吗 当时在学校里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俩是学一个专业的 但是我们俩是在酒吧认识的 酒吧认识的 就是我们在一个学校 我闺蜜特别爱去酒吧 然后我不爱去酒吧 他带我去酒吧 然后那天正好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他也在现场 然后那天我们一起玩游戏 你走的时候加了我微信 回去以后我们俩聊得挺好的 就出了一项了 这个我怎么记得小片里说 你不喜欢酒吧呀 我不爱去酒吧 那天是我闺蜜过生日 叫我过去的 你老去泡吧 我现在不去了 他总是这么说 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答应过我说 以后再也不去酒吧了 但是我经常能发现他在酒吧 就是现在在嘴上说不去了 没有 私底下还去是吧 我就知道他来这一定会说这事 那已经是 咱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事 你怎么现在还抓着不放了呢 你怎么到哪里说这件事啊 那我就是不喜欢你骗我呀 有意思吗 多久了对不对 那刚在一起的事 你说你都出一年多了 你还说这件事 一直在说这事 我觉得你去酒吧可以 但是你不能领别的女孩去酒吧吧 我啥说我没有 你还骗我 我真没有 你现在看看你好朋友朋友圈 我真没有 你现在看看你好朋友朋友圈 我 蠢对 这个是怎么了 误会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觉得你根本不拿我当回事 我怎么没拿你当回事啊 我觉得你身边异性朋友特别多 我那是就是我是学表演的 所以说有很多搭档 他老吃醋你知道吗 就是我跟你讲 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异性 就我们俩去哪儿 他都会带着他的那个异性 就是一些很小的细节吧 就假如我们过马路 他不仅会牵着我的手 还会牵着他的最好的异性朋友的手 我们一起过马路 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呢 他们俩玩的 会比我们俩玩的还好 然后吃饭呀 他会给我夹菜 也会给他异性朋友夹菜 我就觉得咱们仨在一块儿 我好像多余的 我说你怎么还能吃他醋呢 他 他跟我就是好哥们好朋友 我们很早之前就认识 再说咱俩没有在一起之前 我就跟他特别好 咱俩在一起之后 我也把你介绍给他了 他也特别喜欢你 你怎么还能吃他醋呢 格局太小了吧